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那我们接着介绍第三种 启发之约法元桑花 它的名字叫PARTIGLE SWAM PARTIGLE SONG AUTOMIZATION术计数 那帕迪哥SWAM的技术的提出呢 是源于说学者观察了整个自然界 有一些叫做SWAM的Intelligency 这种群体的智慧 那群体智慧从哪边可以看出来呢 可以看一些从一些social的这种animals 就是群居性的动物 或者是一些微小的这种昆虫 或是一些creature这些生物 那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主要的特性 因为群居的动物它是群居在一起 那整个群居动物的结果它有展现出一些 所谓的那个群体的这种智慧出来 那所以这个SWAM的Intelligency 是存在这个SWAM的Behaviour 那Nature的这种creature都会看到到它 大群的这些动物 或者是说那个一些微小的生物 都有这样的群体智慧的展现 那群体智慧的展现是在哪些群体的这些行为里的发生呢 比如说food search 搜寻食物 那或是说猎食 像一些那个猎食动物者 他们会有些把轰 那会围攻 那当然相对群居动物那些猎物呢 它也有抵抗外围这种行为 那或者是说migration 比如说候鸟整个群体会难回 那有一个Leader带队 那这些migration against hostile environment 冬天的时候会南下 或者是在那迁徙到一个新的那个 那个那个繁殖的地点去 那或是fight for survival 或是抵抗外物 群体动物抵抗外物 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猎食动物者 他会保护他的领地 他的猎食领地 territory and defense 这些都是群体动物的一个特性 那他整个行为呢 这学者观呢 他其实是某个某程度的智慧 这种展现 那整个特色呢 这些群体动物里头 他们是cooperate between individuals 彼此之间呢 有这个 有这个那个互相协助 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整体呢 其实是朝着比较好的方向在演化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整个群体动物里头 Might have a leader Might have a leader 有一个那个领群的这个动物者 那coordinated 或者instruct the frog 这群体 或者也没有 比如说像海底的动物里头 他们群居在一起觅食 那可能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leader 那没有leader的话 might be communicative and a gregarious is the herd of creatures communicative 也就是说是互相协同的 互相协同的 那 gregarious 就是一个群居 互相 互相互助有无的 这样的一个hurt 这个群体 那这些字眼都是所谓social animal 它的一个特性 那我们中文的欢迎呢 最常见可能把它分成叫绿子群 可是这个群这个字呢 其实面很铁键 那个展现叫swarm的这种概念 swarm是真的是一团 所以我这边用了中文欢迎 把它换成叫栗子团 那事实上比较能够描述这种蜂涌而至的 应该是这个字 中文字里头有一个叫蜂 那一大堆的虫 几种栽结 那比较难翻了 那第三边就中文wise 你大概注意一下 那一般呢大概我们这些简称叫PSO PSO的约发型双 像你看这是蜜蜂群 那这是一些候鸟群 那还有一些昆虫 整个这个空中的这些小昆虫 那海里的这些小鱼 群体的 或者说智能界这些昆虫 整个群体在一起的这些动物 那这些都是所谓那个PSO所施法的来自的对象 那PSO其实是aphart跟那个Canody在1995年提出来的 所以最近大概可能快20年了 应该20年 那它其实inspired by这个Foodsearch 跟Hunting Behaviour for a bird 那发觉到 自然界里头 either是大型的这些鸟 海里游的这些鱼或小鱼 或是一些野生动物 比较算是在食物链上位阶的这些动物 或是甚至很小的这种creature 都有看到这些Foodsearch 跟Hunting Behaviour 整个呈现的结果就是有它的智慧存在 那在这些社会的行为 群体动物的行为 它们Individual Report on Experience 它的个体本来就要存活 需要密室 所以它有自己的体验有经验 那它来自整个SWAM 来自个群体也有它的这些 那个Experience存在 好 那那个Alpha跟那个Canody 参看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生物界的这种现象 就规划了这种所谓 企划是优化演算法 好 那它已经看到这些案例 看到Bird的 Fish的 YRM 所以它把它抽象化成为叫Pollicle 所以它名字叫Pollicle 那其实是很聪明的做法啦 就是说 我其实 我们的PSO 没有指定说一定什么 什么鸟类的优化演算法 或是鱼类优化演算法 它把它看成抽象的这个PSO 所以从那个PSO发表之后呢 大概学者专家呢 就是陆续去看海里的鱼啦 是不是针对鱼啦 针对 针对海豚啦 或者是针对某一类的什么昆虫 像Fat啦 或什么之类 去看它各式各样的演算法 可是呢 种瓜来看 我们其实从 general的角度来看 它就拖不出PSO这样的一个concept 因为对这些都是群体动物 那为什么群体动物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其实 我们所有的肯定就是在打群架 有一群的东西 不管是有没有生命的 这些那个生物体 或者说一群的这些没有生命的历史 都无妨 我们会司法医的是司法这个自然界 或是那个物理的原理 或者是说生物演化的这些进程 或者是甚至人类文明呢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群小国家 一个小部落 逐渐被那个大的帝国取代 那也有这样的一个优化影响法 去把它那个model下来 好 好 所以PART6说 其实在那个Abha 跟Kennedy提出来的时候 它就把那个概念已经是洞悉了这些 所谓群体的这种智慧 那Soft computing 启发式优化原创法 其实就是它打群架 所以知道有的生物界有这些东西 都是学生专家所施法的对象 那我们这个Table到最后 就会很快的brief一下 在Soft 起今 有哪一些各式各样的所谓 启发式优化原创法 它其实就是来自于 PART6说的这种概念 延伸下来的 所以它把这些Indivision 视为叫抽象的particle 那每个particle呢 代表一个 当然就是代表一个Solution Agent 像我们前面介绍的 一个particle 等同一个向寨设体 或一个particle 相对于是一个人工蚂蚁一样 好 那怎么定义 定义它的代表结 我们就假设它的position 存在的 它既然这个particle存在 这存在的位置 这个位置 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它的Solution 所以the position of the particle in the environment space 这个environment space 就是看你 其实就是你automation的这种space of the swamp is the solution to the automation problem 那你就要Map 它的position相当于一个解 好 那我们想到position 最想到的就是所谓坐标 那坐标呢 可能这个坐标只是有一些时数 所以没错 PSO一开始规划出来 其实它在解 连续优化问题 也就是说 这个particle所存在的解 它可以代表xyz 那只要三个就是xyz 那hyperdimension 当然它也可以model 好 那所以从这样结构下来 在PSO的演算法里面 它的memory的需求 来自于两方面 那由这两个memory 来盖的这个solution search 我们说穿来 在启发型员上就是解要演化 那目前解在这个地方 下一个iteration移动到哪边去 可能是淘汰在别人 那或者是本身还存在 这个solution agent 还存在移动到下一个解去 那这个是将来要规划 这个演算法 它的memory 那这memory的particle 有它自己的memory as individual condition 那这是在讲的是社会的行为 就是任何一个个体 它有自己的认知 所以我的记忆体会存在 我起经最好的这些经验 所以particle里面 有这个individual的这种knowledge 所以knowing its own solution search experience 所以我们要记载 这个演算法必须要记载 哪一个个体之间 曾经 它的经历的最好的资料存在 那particle还是social information or knowledge knowing the best solution search experience so far in the whole swarm 整个群体里有 有记录一个起经最好的 整个群体里有 曾经最好的experience 那这个没有太特殊 像这个东西我们早就有 为什么 起发式演算法都是打群架 那我们一定要记录的 起经最好的解 起经最好的objective value之外 还有起经最好的solution 那在剧业里头我们看过 在end system里头我们也看过 没错 那所以这个资料早就有了 我们一定要prepare 那在整个pso里面 它就是我要思考这两个 referred individual要决定 那个solution演化的时候 它就参考自己曾经最好的 还有像整个群体里的 sofar and best 最好的 决定下一个move 所以说出来 其实pso在演算过程中 是最简单 那它的参数也是最少 所以也比较好implement 但是相较之下呢 它在解一些比较大型的复杂问题的时候 就力有所谓 代 所以 予以凶长不能兼得 听一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越简单的algorithm 它可能是越快速的收敛 但是真的复杂的问题 它可能permove就不会那么好 那么用个图示来看一下 这一个swain behavior pso所谓的司法的概念 所以它有cognition 与social这两个influence 那我们用图例的表情来看 这个红色就是sofar the best the solution 就是群体里头 曾经在这边找到最好的位置 我们用position概念来看它的话 那每一个individual呢 就是一个solution agent 就是一个particle 现在看起来 这个particle代表就是一个鸟 它有自己起那个最好的解 它有一个自己的 最困难的最好的solution 那目前的这个particle 是在这个地方 percent是在这个地方 它决定move 那怎么move 就参看自己曾经最好的 还有咬指向这个群体里头起进最好 由这两个来引导它决定它移动的方向 所以我们称呼一下v 那这移动方向也不是说这两个vector 乘以一个的细数就加总起来 我们还会有stochastic的这种程序 移动距离可能是 那个乱数产生一个移动距离 那移动到下一个距离去 每一个particle都移动到下一个距离去 与那他就参看这两个 自己的跟那个gobel sofar the best solution 那逐渐的能够 以这个 概念来看它是在miss 那position 移动 好 那它的应用呢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 PSO 早然提出来是针对 那个position 的概念 那position 最常见就是real number 那当然有一个离散的 所以它applied to continuous automation 的 problem 里头 是最traditional 那当然 general 那个discrete pso is not well developed yet 就是说 不是 yet 就是原则上它当初提出来 就是针对解 连续优化问题 那当然你去把它解 那个离散的这个 那个整数的优化 当然也可以 不过至于解那些 那个 因为velocity 的东西 有一些相对临近的概念 那你说解一个像那个 permutation 的 或者说解 grouping 的 那就会这种 概念就距离 两者之间的距离的概念 就比较 比较没那么明确 还有velocity 的东西 比较那么明确 所以它是适合解离去优化问题 但是呢 again 学者专家还是会致力于 用这样的 concept 去解一些离散优化问题 The several methodologies were proposed for during with a specific convenientual automation problem 修理 好像tsp.jsp.jsp.js 是属于那个 最佳化的 那个离散优化问题 但是 Again 学者还是可以 用这个概念去 尝试解这些问题 所以有兴趣可以看到 一个相关的文献 好 那回归到 PSO的最标准的解法 就是在解这个 Continuous Automation Problem 好 那我们假设 我们在第二个是一个 general continuous Continuous Automation Problem 那彼此之间 变速跟变速之间 没有 그리고 那你说有Confian怎么办 别忘了 好 So-confirmity对于concreen就是最擅长 我只要你的concreen 我可以把它量化 违反量我可以量化 那很简单 就把你的这些违反的限制条件 那个违反量加到你目标函式 downgrade它 如果它在它旺小 你就把它加一个正值的penalty 如果它旺大 你就把它加一个负的penalty 这样它呢 object rate的这种performance downgrade下来 那透过代式的演化 自然而然 我们期待能够演化出 feasible的solution 甚至于更进一步 是一个global的solution出来 好 那我们假设它的变数呢 是一个vector excel 所以是n-dimensional vector 那每一个变数呢 一定有它下界跟上界 low-bound跟u-bound 所以我们假设 low-bound是一个vector 代表它 有u-bound-bound 所以你拿在里头去思索 假如implement这样的一个system 使用者就要提供 这个low-bound跟u-bound的information给你 所以任何一个那个variable的值 它suggest to u-bound跟low-bound的concreen而已 那彼此之间呢 xi跟xj之间呢 没有任何的concreen 那我讲过 假如说有concreen does some matter 你就加上一些concreen 加上这些concreen 给它一些那个penalty的词 进去算这个违缓量 那我们是启发式演算法 所以 你换到目的代数 几乎参数设定好的ok的话 那应该可以演化出 feasible的solution出来 好 那particle swap呢 这一群对不对 这一群的结要代表 因为资料结构代表 是一个population solution agent 那我们假设目前当下 所有的particle所在的position 是x1 x1 xn 那我们假设 这个群体里有m个particle m个particle 那每一个那个individual 它的那个position呢 你再把它细看它的component 你会看到 x1 到xn 那这个是它目前的一个position 那我们用x或是代表time 那将来要移动 要演化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个那个额外的资料 就是它的velocity 那数学wise呢 我们需要一个velocity 秀在这个地方 可是事实上演算的时候 你可能不需要这种资料结构 所以我们看到它演化的这些 details的algorithm的时候 你会看到 v其实是不需要存在的 不过为了解说那个consumpt 木木的consumpt 我们把它表示在这个地方 所以v呢是j 下一个世代要移动它的velocity 那我们前面介绍过的 每个individual有自己的 起经最好的经验 那个会录扣下来 所以我们假设 x superg呢 是一个position vector 那xvj呢 是这个velocity vector 或者particle tree 那之外呢 我们有一个 这一个party 每个particle 有自己记录一个 起经最好的experience 也就是最好的position 最好 自己设取过的解 最好的自己的解 那我们用x'代表它 所以x' 所以x' superg呢 是代表particle j sofarm自己 那个求解过程里头 解的品质最好 它keep在这个地方 x'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它还是 它也是个vector 那again呢 不管那个 演算完是哪一类型 我们都有一个 起经最好的solution right 所以sofarm的best solution 我们用x' superstar 代表它 那因为它是一个 解是一个vector 所以我们用这个 superstar代表它 所以x' superg'是 individual-based position or particle j 那x' superstar是 global-based position the best solution so far searched by the swarm of the particle 好 那整个那个 PSO演算就是三大步骤 那第一步都有只执行一次 第二步骤就反过 二三就反过执行 好 所以整个PSO的algorithm 有3 step assign一个initial position 那recorded as the local-based solution for each particle and assign the best solution so far for the swarm 好 所以这个步骤里头 就看着乱数出死化 哪一个particle position 对不对 那因为过往没有经验 对不对 所以第0代呢 就直接拷贝一份 到它的那个 individual的这种 那个based solution里面去 然后呢 马上比对一下 这些population 哪一个那个solution最好 那就马上 initial的这个solution so far is the best solution 所以第一个步骤 是只执行一次 非常单纯 然后之后呢 就进入演化的代识 compute the velocity 每一个那个particle 要计算它来move的 这个velocity vector 然后移动 从目前的位置 移动到下一个位置 移动到new position里面去 然后移动之后 就得到一个新的解 对不对 那每一个particle 就要比较 这个新的解 是不是有自己 比自己最好的解 来得好 好的话就取代 那整个群体流一样 如果说这个世代里头 最好的解 演化的解 比那个so far is the best 解来得好 那我们要update global的best 所以第二部队 就是update local best 跟 global best 这边local指的是particle 自己 自己的那个best solution global呢 指的是so far is the best solution 就update这两个 那因为世代演化 就是移动到新的position 就是移动到新的解 大概这样 所以pso的整个algorithm 演算其实非常单纯 三大步骤 第一步的执行是initialize 所以我给定你的 我们要设定这个 所有人的particle的position suggest to upper bound 跟low bound的conclaim 我们不能超过 low bound跟upper bound 那itulation呢 就从这边开始 第一代是 它反复的进行 这个particle的移动演化 可以这样讲 那所以repeat until iteration的shout t就结束 好那在整个 iteration里面 最重要就是move 这个particle to new position 都要移动到新的点 虽然每一个目前的position 大家要先算出这个velocity 那velocity呢 是直击这个c1c2的 这两个系数 稍后我们再谈 c1跟c2也就是 concognition跟social learning的factor 好我们细节是看到它 所以c1是实用者可以设定的 c2是实用者可以设定的 c1是所谓的那个local的 c2是global 也就是说你参看c1的程度 由使用者设定csub1 那个factor 来决定他的参看的分量 csub2是sub1的best的分量 然后呢移动了 每一个particle都移动到新的position 比方是找到一个新的解的时候 移动到新的解的时候 我们update的best position either是local自己的 那有些时候是甚至等了global 也update 好 那之后iteration count forward 然后就反目执行 所以整个pso非常好写 那个大概你坐在那边 一个小时大概就写完了 好 那我们再细看一下 initiation这个细节 演算的细节 主要要assign 一个initial position 给每一个particle 然后呢 马上评估它的 authentic value for each particle 然后呢 因为 第0代嘛 所以马上把它 record成为 initial position 那个record这个initial position 乱数给你 initial position as the best local best solution for each particle 那个particle 就拷贝一份 第0代的时候 乱数产生就马上 设为它是 自己找到的 其境最好的 然后find the best solution from the local best solution 然后在这个群里面 看哪一个最好 那把最好的那个东西 设成 so far the best solution 跟so far the best objective value 那这个演算程序 也是非常单纯 所以在initial position 设计口里头 我们可以这样看出来 下面假设呢 是有m个particle m个particle 那每一个particle 它的解 是不是有m个component 所以m个component怎么产生 乱数产生 这是乱数产生 那这个乱数就是 uniform distributed 从0到1.0 这些uniform distributed 这个乱数 那么当下 由乱数产生去 产生这一个那个值 那它其实是一个 那个介于0到1.0的值 upper bound 所以概念很简单 这个upper bound在这个地方 low bound在这个地方 那乱数从这边决定 比如说0.653 就是这个分量 0.653 那当然0的值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x sub i 的值 0在这个地方 要low bound low bound加上一个乱数产生 所以这个是乱数产生一个粗子值 那整个vector哦 整个vector 整个vector 预算给这个particle j的那个 no whole best 所以资料结构 你大概可以规划 每一个particle 有自己的起进 最好的解 同样还有另外一个double 一个objective value 所以目前目标还是值 目前目标还是值 就额塞给这个fdouble 那将来这个 那个superj'就是要比对 如果说下一个世代 再移动到新的位置 就有比这个 自己的收贩的辈子好 那就取代 我会取代它 好 那整体呢 每一个particle都出质化了之后 我们就要找一个 假设我们现在的 automization problem 基本上是要妄想 minimize 所以我们找到最小的那个价格 那个objective value的值 设为 so far the best objective 这是so far the best objective value 同样的 我们把那个解 也把它设成so far the best solution keep even 起来 所以realization呢 其实真的是乱俗产生 好 那当然如果说你的问题 不是像这种 所以没有说 那个 甚至你还要evaluate 那个evaluate 这个你的objective value的印算 就包含 微缓量 好 这个都 初始化之后 你要去算就微缓 加到你的目标含日词 的上面 那eventually就是 多目标含日词的 来决定 那个so far the best的值 好 那接着呢 进入所谓那个evolution的 这些那个 那个 Iteration里面 那第一个步骤就是 每一个particle移动到 新一个position 也就是移动到 找到一个新的解账号 所以这时候呢 怎么移动呢 refer to the local 跟 global best position 这个beta 那 decided the moving direction 那个search experience 那当然我们给它设 一半对一半 那就是 那个位的其实是相同的 然后决定veloci之后 还要执行一个 stochastic的这种 assigned moving distance 这个distance也是要 stochastic来决定 好 所以不是说 I 版本这两个vector 乘一个c3 c3 就是加重起来 不是 好 那 to define the velocity vector for each particle 是有一个 stochastic的这些 那个数字来决定 然后我们看 那个演算细节 好 然后呢 既然决定了relocity 之后 我们就move the particle to their new position 好 using the computer velocity vector 好 那么看一下演算的 shoot the hole 也非常单纯 所以 原则上它每个particle 都要动作的 好 所以回键从j到m 没有看到那个 那我们的 stochastic的程序 决定步骤大小 对不对 我们就干脆 一开始就产生一个 随机的乱数 随机的乱数 uniform的乱数 那你也可以只产生一个 或者说 针对那个c3 1呢 跟c3 各产生一个也可以 doesn't matter 好 我这里头 这个c3 1是实用者设定的参数 c3 那原理上 我们就要产生 是一个alpha 跟beta出来 所以这里头 有实用者设定的factor 那还有包含一个 stochastic的factor在里面 好 那 针对每一个component 针对每一个component 都一样 就alpha跟beta 都固定 alpha跟beta固定 那只是每一个particle 的时候 它的alpha beta不一样而已 好 然后呢 这个就是 要决定那个 第1个particle 第1个component的velocity 那怎么办 就是 目前在这个地方 目前在这个地方 有一部分要朝着这个 自己曾经最好方向移动的量 目前在这个地方 要朝着global移动的这个量 那这个量呢 技术是beta倍 那这个量呢 是alpha倍 加总起来 就是这个移动量 好 将来预计的v的移动量 那移动量确定了之后呢 这个component就 原来的目前update嘛 就update 加上这个velocity 来 那加总之后呢 更新的结果 打算是移动到这个点 对不对 但这个点可能超过上界哦 可能大于你的upper bound 那也有可能呢 低于你的upper bound 下于你的upper bound 那这个是无缓限制条件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把它强制设为upper bound 只要超过它 强制设为upper bound 只要低于low bound 强制切成low bound 不然 不然就维持 这个数字是ok 维持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整个概念上 我会决定velocity velocity加上目前position 就是移动到新的position 新的position超过上界下界 就转k掉 好 就是把它转k掉 V这样 好 那你10做的时候 你们要思考一下 10做的时候 我真的需要v吗 需要浪费一个集体 是v在那里 事实上不需要的 因为这整个turn 算完就直接加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记得一件事情 你假如10做pso 这个v是不需要的 只是在整个model解说里头 我们有一个view数的概念 实际上它就是移动量 好 移动量 那移动量呢 从implementation的角度来 是不需要的 集息当下 阿化β乘以这两个数字 这个是自己sofarm the best 这是global sofarm the best 马上可以决定它的移动量 就加总进来 好 那这个是主要的演算程序 就是move particle to immune position 然后呢 移动到新的点 也就是新 这个itulation的新的solution 已经找到 那我们就要评估 那看update 我们可以update sofarm the best solution 那自己本身 已经自己 allocate一个新的解 那看看这个解 有没有比自己 曾经找到最好还更好 就update自己的local best 所以 evaluate the objective function value of all particles 那update local-based position for each particle 自己本身 如果说 可以取代自己最好的话 那就取代 那整体呢 evaluate the base的人 是不是可以取代 sofarm the best 可以的话 就取代这个 the best solution so far 好 again 它的演算 继续非常简单 那注意哦 这次其中一个 最阳尊的最好 那比较没有效率的做 我们看一下 就是直接loop出所有的 那个m particle 查看一下 目前 新的解 这是新的 这是新的 新的解 新的解出来 它目标还是指 如果说有比 自己的 起经最好的解 还来得更低 我们假设是 妄想问题 这样的话就update 不然呢 就没有update 所以在说 这是update 那这时候update 就是直接 真的把目前新的解 update成 那个起经最好的解 那目标还是指 update成 起经最好的 目标还是指 那因为有update嘛 因为update update就有可能 可以取代 stofound the best 对不对 所以自如在update的时候 才做 你看到这个回圈 只有这个条件的时候 如果说我现在找 我这个世代找到 移动到新的解 没有比自己的更好 那当然不可能 取代取经最好的 所以就不做 不做这个 这边就不做这个事情了 所以当我 确实 目前找到新的解 有比自己找到更好 那当然update自己的更好 之后再查验一下 我现在找到的 最好的 那个期经 那个自己找到最好的解 有没有比 sofound the best 还更好 有的话 那我们就马上 在这边update一次 直接update一次 就把自己的这个 那个期经最好的解 update sofound the best update自己的解 好那眼睛的同学大概知道 如果说你现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有九个那个particle 四个particle 四个particle 那这边这个解 有取代自己的解 那比Base Solution还更好 那这一个 X Superstar就被取代一次 那下一个呢 已经被取代 下一个就面临到新的 那个upgrade rate 下一个呢 又有比自己的更好 然后又有比这个更好 那又会再更新这个 X Superstar一次 所以这个 X Superstar跟 F Superstar 可能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代词里面 被update了一两三次 好 那有点浪费啦 你当然可以说 我每一个那个解 都update完之后 那我记录一个 这个Iteration Best 别忘了 你还是要算Iteration Best 跟Iteration Average 那如果说Iteration Best 到最后呢 在外面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 algorithm不是这样写 你假如说你 这algorithm没有写在里面 没有在写在里面 那你是在外面这边update 那这边update呢 就只是检查一次 检查这个Iteration Best 有没有比Sofar的Base更好 有的话才取代它 这个algorithm up to you 那写在这个地方是很精简 但是很可能 你的Sofar的Base Solution 会被update两次 如果说这个代词 每一个party都很增济 它的解都有更新 自己的起进最佳解 然后有几个解 甚至可以取代起进最佳解 那就update两三次以上 那这个机会呢 当然有可能 好吧 up to you 所以你也可以在这边 记录一下 Iteration Best 然后在后面的地方才处理 查看这Iteration Best 是不是能够取代 Sofar的Base 但是无论如何 你都要update 你演算成绩要update 你的Iteration Average 跟Iteration Best 因为呢 使用者 使用你的Ital系统 使用你的Party Swarm 它要画那个曲线出来 要知道Iteration Best 跟Iteration Average 好 那整个演算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非常单纯 所以假如说以你们现在的Program 能力来看一下写一个PSO 大概不到两个小时就可以写完 非常straightforward 那甚至老师在投影片里 给大家Suttercode Suttercode 这样打的话 那一切都可以 马上可以去解一些 所谓的连续优化问题 所以我们讲过的PSO呢 其实适合解连续优化问题 但是呢 针对Discrete Automation 能不能求解 当然可以求解 只是呢 Discrete的这个Word 跟ContinuousWord 就没有说Position 跟Velocity 那样贴切的这样的应对 那你自己要去Define 好 这些那个 这些Concept 这些Movement的Concept 怎么要有一个离散的解 移动到另外一个离散的解 好 那透过一个Velocity 概念进来的 这个Design Matter 因为Research y就是这样 所以也有人用 开发一些PSO 来解一些离散优化问题的 所以FU Research Focus on specific problem 特定的这个问题 好 那通常他会有 Specifically tailor 这种Movement mechanism 来贯色这种所谓 移动的概念 那我们Demo呢 就用一个 应该在Saber上已经有了 你可以checkout出来 我们测试 试验一下 好 好 那我们 有一个RealNumber的Automization的这个Demo的Application 那这个Application呢 原理上有收入了一些在学籍里的用很 廣泛使用的这种标杠问题 就是Function 就是那个可能是Two Dimension 还有High Dimension都有 那这个系统写作的同时 其实也可以让你认 就是Sol Computer跟Hot Computer之间的差异 所以在界面这边有Hot Computer的求解法 另外还有一个Sol Computer的求解法 这两个 Hulist的老师没有implement 当初想要 这个是比较古老的Hulist的优化影像 就是像Sol Computer之间 只有一个解代理人 在解代演化 在演化的 那我们看一下从这边可以读档 那我们的Lab已经把这个所谓 学界常用的这些Automization问题 写成即时可以编译的那个C-Shop的程式 COP里面 所以COP里面其实有一些程式是C-Shop的程式 或者是VV的程式也可以 然后另外一个每一个档相对 所以我们真正在这个Bank里面 我们这是我们CATLAB建立的 除了COP之外 还有Contained Automation Prompt之外 还有一个相对有一个RT2 File RT2 File里面就是那个Rich Text Formal的这种档案 它可以那个其他那个所谓 它是透过那个OLED OLED的基础 比如说Equation可以写在里面 图结可以插在里面 所以事实上 我们这个标杆问题 有一个COP里面 存的是C-Shop 因为By the way应该C-Shop 也有可能是VV的这种Equation 然后呢 RT2 File是它相关的Information 然后就把你整理成一个Library 那老师的Library也准备了一个 专门读这种档的Library 你可以用它 可以很快的把一个标杆问题载入进来 所以By default我们要Open的是AOP COP 对不起 好 那我们一个能够比较 那个 我们也许要看一个好了 我们也许要看一些 这个Chemperwell 它是一个标杆问题 你看喔 学界里头会弄出很多很奇奇怪怪的这种 所谓连续优化标杆问题 你看到这个问题里面 其实你看 展开看到 它这个二维的优化问题 XY是它的变数 然后目标还是 你看一大堆的这些Local Altima 在那地方 那其实在挑战的就是说 你的优化技术 会不会陷到Local Altima 还是不会陷到Local Altima 然后上面是一个 透过所谓的水平线 把它标分出来 你就知道 在这个2D的图里面 看到很多的Local 这些 这些是Local的Altima 这样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 Hug肯定的方式来求解 但是Hug肯定的 一定要知道 Grading的Equation 你一定要需要 所谓的那个 能够微分的 这个Object的方式 跟限制条件 可是在目前里头 我们看到这个 那个Chemperwell 这个Function呢 它X值 介于-500 大概500之间 那Problem你看 公式在这个地方 那因为它有绝对值 所以 somehow 没有微分的Information 但是我们知道 Chemperwell有一个 Ultimate Value 是在这里0 解在这个地方420 每个都是420 987 也就是真的解 大概在一个地方 420的地方 应该是这边0开始 对不对 我把它缩小 这可以zoom in吗 Depth 400到500对不对 那大概在400多的地方 400多的地方 有一个真的解 真的 Global Ultimate Value 在这个地方 所以解释是真的 最低的解在这个地方 它的尺是0.0 Ojuribur 是0.0 其他 其他Low owner 都不是0.0 所以它非常非常刁痛 所以它已经知道了 弄的Ultimate Value 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就准备去求解 假计 我们用Hawkenberg的方式求解 没办法求解 因为它没有 Delete Information 比如说我点下去 在这边我点下去 没办法求解 它说 Sorry Benchmark is not differentiable so no great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所以 那个 Delete Based 这种Algorithm 没办法求解 所以我们没办法求解 它 那我们只能用另外一个 我这边 开一个是另外一个Benchmark 叫Peak 也是二维 中间刮是代表尾度 有些是30维 20维 10维 你使用这个Library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基本资料 所以这是二维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那个 这个是教科书 我们用教科书 也用到一个方法 你看到它公式在这个地方 是Exponation 的函式 是Exponation 所以原则上它可以维分 那 Grading的这个Vector 在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它是Marta 那个Variable 对不对 二维 所以它是个Vector 是个Vector 所以维分的是二维 公司也告诉你 所以这个Ultimation问题 我们可以用HawkCombinion 来求解 那HawkCombinion的求解 我们这边试着 试做的是最常见的 Steptive Decent 最陡坡降法 然后呢 ConductGrading 商法也是引用这个概念 它是共2T度法 那Quest Newin 这些都是所谓 HawkCombinion的做法 那这些HawkCombinion的做法 一定是你要给我一个 初始的Solution 好 那么举一个例子 我们就来点一个 初始解在这个地方 假如用Steptive Decent 那我给它一个 那个初始点在这个地方 那初始点 它马上能够透过 这个Grading Informator 然后推到这个 T度的方向过来 那HawkCombinion的做法 就是你给我一个 初始点 那我透过T度 知道我要移动的方向 然后呢 透过它Grading Step Size 一步一步一步 那很快会收练到 最佳解 可是这个最佳解 我们不知道是Local最佳解 还是Grobo最佳解 那我们转转看 一步 那可能步骤比较大 就跳到这个地方 那再看一下Grading的方向 移动到下一步 好 再看到Grading下一步 那有时候步骤比较大 可能跳零 我们知道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刁砖 你看 也没点说非常刁砖 抱歉 那其实真的Grading Minimum 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那个解析度再放大一点 好 它真正的那个Grobo Grobo Minimum 在这边 但是现在这个Problem 设计了两个Local Ultima 在这地方 这两个凹陷的地方 是一个陷阱 那就要挑战 学界提供各式各样的优化引送 会不会现在去最佳解里面 好 那我们同样再用HawkCombinum 来究竟看看 假如说我设计了 那个Initial Point在这个地方 那 微波方向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让它自己跑 让它run 诶 它就是Hit upGrobo Minimum 你看到 就它很厉害 那这个就知道 这个最佳的影文面 在这个地方 None的Altima Solution 一个 Observator是-6.551 -在这个地方X0 X1在这个地方 那它找到这个解 你看0288-0 解析度 Exactly Man 它找到Grobo Minimum 所以大前提 它这个点 找到Grobo Minimum 那同样我们再设一个 Grobo Minimum 设一个Initial Point 在这个地方 那你找到几个步骤 稍微长一点 那假如我们再设一个 点在这个地方 好 你看到 初始点在这个地方 它找到的是一个Local Minimum 它没有找到Grobo Minimum 找到的是-0.3 所以这不是Grobo Minimum 那我们再看 如果说我设了Initial Point 在这个地方 好 OK 离那个Grobo Minimum 很近 它会找到 所以某个程度 有时候我们会讲说 这个Hugman的做法 它其实是一个Local Search 它只在 你给我的这个 初始点的地方 好 那如果说规划的 stepside to down 你看它这个 又陷在另外一个 Local Optimum 陷在这个地方 那个-0.3 那它肯定的做法 就是一个解在演化 某个程度是这个样子 那它需要Gradient information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Conjugate Gradient 也是通案的概念 那行为可能不太一样 这就是它找到 Conjugate Gradient 的一个方法 因为它一样 它现在 Local Optimum 这个范围之下 好 那这次OK 它会找到 那个权益最佳解 来 它迂回 那曾经在这边 现在的区域最佳解 它也有机会过来 那这是Conjugate Gradient 那Quasi Newton Newton法 的求解法 也一样 这个时候找到 权益最佳解 好 这个我们现在演练的 其实就是所谓 Hugman的做法 它需要 那个Gradient information 那一样 它有时候 它是会陷在 区域最佳解里面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使用 SoulConjugate的做法 好 那我们这个Table 谈到是用PSO 那别忘了 我们前面介绍GA 这个就是GA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GA跟PSO 这两个性质的差异 那因为这个Problem是2D 我们可以看到解的 这个那个 population在解 在演化的这些 演进的过程 好 Grobal solution 在那地方 那我们 再调到一个角度 Reset 我们知道 population size是20个 Mutation rate 跟Crossaway在这地方 好 那因为它是GA 是Continuous Optimization 那我们有介绍过几个 Crossover Operator 我选了Affine 好了 然后Iteration Limit 100代次结束 你看停止条件 还有些时候是那个 因为已经知道全家最佳解 那它一个连续优化问题 所以另外一个停止条件 就是说 你跟它物差已经小到这个位间 你就设为 假设你已经找到GoPro 就停止在这个地方了 好 那 所以这个条件可以把它打开 好 那或者说CPU达到一个时间 或者说 你目标还是呼叫了几次 这个可以比较 这个就是停止条件 我们讲过 在 起方式优化你算法 比较完备的话 你应该是提供各式各样停止条件 那 任何一个停止条件 先Reach到 就停止在那个地方 好 好 那假设说 好 你看 所以初始的时候 我们 这些 这个线是 没有特别意义 就是第一个解跟第二个解 我们连一条线 你比较知道它的这个集中的状况 那真正的解 就是一个一个小红点 这个小红点 看起来太小 我们把它zoom看看 好 那我们就一个带次 我们先一个带次演化 这个GA 这是GA 所以目前的解 还没有找到 别忘了 这个全义追加解在这个地方 但是有一些解已经很靠近了 一个 Iteration 一个 好 这是GA 那么它跑到底好了 就100带次结束 我们看到收链很快 GA的收链很快 收链到这个解 那这个解 它说 Rich Ultima Torrents So far the best 因为我们有启动这个 Global best 的那个 Deloation 假如说 我们要一直消费它 我们就假设已经找到 所以它自己 还是停在这个条件之下 不是停在100带次 所以你看到 我们第16带次 就已经 找到可以接受的 全义追加解 意思是这样 所以第16带次它就停止 那如果说 我们没有帮它 启动这个停止条件 我Reset 它一定要执行到100带次 我们就让它执行到100带次 好 所以这个带次计算 现在75带 85 95 好 已经OK了 100带次在那边结束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70带次 已经找到 非常closed 那有没有Hit到gobotting 没有 你看这个解 我们找到解 目标含日子是多少 -4.447 好 那这个解跟这个解 跟这个gobot解 有一段距离 -6.55 所以一段距离 所以这个不是gobotting 那因为它收敛太快 所以 这个是自己之间的解代理 收敛太快 那如果说这种状况之下 那怎么办 你要观察 没有真的Hit到gobotting 好我们再重新run一次也可以 每次run 结果可能会不太一样 好那这次收敛解可能比较好 -5.55 -5.55 -5.55 已经almost hit到gobotting 那这是我们GA的一个model 好那大家再观察一下 GA的演化是怎样 GA的演化 那run to end 收敛下来 好这个防护重新再run 那其实ok了 这大概都Hit到gobotting 我们可以把它启动 让它提早结束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设法试一下我们的PSO 所以我们这个implemented 就是PSO 就很简单 两个参数 你看PSO就是这两个参数 Social跟SELF C1C2 那各一半 我们现在各一半 同样privillain size是20 我们reset 好 好 一样好 这个是PSO最开始的解的分布 那么让它iteration run 好我们看看 看 逐步看它收敛的状况 不是这个解 有几个解 已经下来到这个地方了 下到这个地方 那因为连续用法 你就要非常精确了 所以我们让它run to end 好了 就是run到100代次 那解目前是-6.22 那不是-6.55 所以还有一点小差距 那它一直有些解 一直在外面没有收敛下来 所以还不是一个全音追加解 所以这例子不是全音追加解 那reset之后 让它再run to end 那这次ok 顾6.5511大概就非常接近了 那这是PSO的现象 这个样子 好 好 那 所以这个是Social跟Hugbin的差别 我们刚才比较过Hugbin 就是一步步步一个解 眼镜 那我们 那个Social computing 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 比较复杂的问题 好了 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看到的 Shenfer 这个 我们现在拿的是30维的 好 我们先看二维的好了 二维比较有一个sense 所以这是二维的 案例 那Hugbin 我们没有办法求解了 因为没有T度的观念 那么设法比较 我们就整个Globalting 在这个洞洞 这个Log 这个点那个地方 那我们用GA GA的real number 找找找看 20个 然后去眼镜 这次不错 它有Hit到Globalting 真正的目标函是0.0 那420 420 所以还不是Exact 因为它目标函是指在这边 我告诉你 目标函是Best or Globalting 是等于0 那每一个都分别是420.9 420.9 就是421 420.3 所以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这个GA 没有说非常明确 那么Reset 那假设这样好了 假设 比如说我们来 这Private Size 是多一点100 你要这样演练 当你会写程式之后 每一个启发这种方法 有很多的参数 那你要Study它的Behaviour 要了解说各种的这些影响 那你自己写的程式 你要设法自己在那边 改变不同参数 体验一下这些解采取的这些情形 像GA跟PSO 很明显它设计方式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GA它比较大普的运动 那GA呢 那个PSO 可能是比较参看Global的这种收练会 比较特殊一点 那你要看Private Size的大小 做一些曲折 假设我们现在派的是100个 100个 100个Solution Agent 再解这个 那我们让它们让它们多end看看 那这是GA 这是GA的作为 它会收练到 收练到这个解那边去 那它已经找到 几乎是全意最佳解采 0.0在这地方 420 420 非常close 好 那么看一下PSO 的怀音 同样我们也是 100个 100个 那个 particle 我们让它跑 诶 很遗憾 这时候 那个 somehow PSO 永远有一个 期间最好的解 大家都往那个地方移动 其他几个人 可能解还不错 在那边 撑着 这时候你就要试 假设说我现在 是PSO 而这两个参数可以设定 相对 relative一个设比较大 0.8是参看Social 那你要观察一下它的Behaviour 感觉上它差不了太多了 原则上你现在参看就是Global 应该是通常一般成分比较大 我们再把它弄一个比较极端点 0.8是参看Global 那意思就是会收练到Global 会比较快 所以别忘了 它有些参数 大家一定要run 你的application 透过这些参数 反复演练的时候 你去study 这些参数 对于整个这个演算法 它的影响效能是怎样 像这个状况之后 就是说 万一最开始有一个好的 相当不错 那因为0.8都参看比较好 所以会收练到 比较容易收练到 其他 那个Local Ultimate 里头去 概念是这样 只要0.8 0.2 我们再run一些 多当几次案例 你会看一下 它是一个特性 就是会很快速收练到 那个相对比较好的 Local Ultimate里头去 那如果说一开始的时候 publishing比较多 所以有机会收练到 假设我们比较废的时候 假设我有50个 50个而已 然后就很容易收练到其他 像这个案例非常好 就会收练到其他的Local Ultimate里头去 那没有感 我们其实泰板奖没有敢强调讲说 一定是 GA比较好 或PSO比较好 坦白讲是这样 但是一般而言 我们study起来 就是高纬度的状况之下 GA 比较像这个是 2-dimension而言 原则上 感觉上那个GA PSO部分上架 对不对 你看这个PSO 就收练到一个Local Ultimate里头去 200多 不是等于0 因为这个是Local Ultimate 真的Local Ultimate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 你可以做一些Experimental Test 就是实验设计 来 以GENER来看说 GA跟PSO到底哪一个比较好 同样的这种 50个AGIN之下 你看 我们看到 BSO里头 run了几次 可能收练在区域最佳解里面去 但是他还是可能 会收练到区域最佳解 都有可能 其他几个明显高的 因为我们是使用0.8这种参数 如果说你设计的参数没有那么明确 比如说 往过来 这是0.3 参看自己的比较多 是0.8 0.7好了 0.8 0.7好了 我们试试看一下他的行为 你看 比较不同的参数 大家都在参数 都坚持自己起进最好的 这个PARTICAL就是 向心力比较不会那么强 来 不要那么强 那这样是不是有机会 好像比较能够涉及到更多的 Solution 不一定 所以 所以这几个参数对一个演算法的影响如何 你要透过你自己写的系统 透过反复的RUN 真的要RUN过 你的经验才会累积下来 将来你看到一个复杂问题 你要采取哪一个演算法 然后采取怎样的参数设定 才会比较有Sense 所以因此上 Social呢 比较少 参看自己程度比较多 他其实是在 你会坚持在自己的 那个 成绩最好的解附近 他其实可以比较做广域的社群 那你如果反过来 这边是0.7 这边是0.3 相较到就是 你在做 Exploitation 这种分量会给他比较大 那甚至搞不好你将来 可以规划演算法 还会动态调整 Up to you 透过这些学习 透过这个线图的收敛 透过这个解的演化 那可以协助你做一个 比较好的参数设定 那这是PSO的特性 我们再回来刚才 那个Ga的特性 Ga的特性 我们不是说 还有些参数可以设 他还有一些像 stochastic 跟deterministic 对不对 还记得吗 我们假如说 都设50个而已 比较公平一点 那50个解里头 那Ga很快收敛到一个 应该去最佳解里面去 OK 那这是deterministic deterministic很快 当然收敛到最好的 所以还死在这个 另外一死在这个 区域最佳解 但是如果说 我们改用stochastic 体验看一下 stochastic的筛选 是不是跟刚才 等一下 他比较不动 你看刚才 收敛到一个区域最佳解 他还会移动 所以有时候 这是我们讲说 Ga有时候 他比较不动 现在区域最佳解 他还会有机会 移到另外一个区域最佳解 那可能透过长期的 这些演化 他可以 就可以真的 找到 最好的 找到一些 global的这些 所以你会感觉 他整个群体在移动 这边有local ultimate 对不对 但是他又有机会移动 移开他 所以透过这些 2D的范例 你可以 多演练一些 你的这些演算法 不同的参数 那你可以大概可以 估略 可以约列理解 这个不同的演算法 他的这些所谓 local ultimate 区别的这种能力 或者说他收链的这种速度的快慢与好 那其实都跟参数有关 跟他的机制当然有关 所以这个例子来看 这个GA很辛苦 在search所有的工业 有时候是现在区域最佳解 但是有些解释还是可以拖出 他比较不像那个 PSO PSO几个particle定在这地方 我曾经最好解释在这个地方 他只是在这周遭移动而已 那不干净 跟大家一起同一个合物 到那个群体的最低点去 假如说 那个concognition effect比较高 那我们当初在写GA的时候 有一个所谓stochastic 对不对 插的还是可以保留进来 Dedmin也是很快收链到最佳解 有时候 在某些问题里面 他就很不好 会收链到 假如 那个local ultimate 很多地方很容易就stuck up 在一个local ultimate 对不对 这时候你可能透过stochastic 这种模式选择 或是不同参数的指的设定 让他能够尽量 设取所有的广域 那真的要去run过 这些不同的这些解 那说话 我们找到解大概21 就曾经他也在 曾经也有一些解 被 被那个 找到这附近 那只是没有取代最好的解 所以还维持在21左右 好 那透过这些 这些那个图例 透过这2D的案例 你其实可以认到很多 那这个问题是二维的 稍后我们再看30维 这个高维的状态 就要怀疑如何 好 假如说我们现在读进来 是同样这个问题 嗯 但是30维 注意30维喔 30维之后 你现在看到的图 其实没太大意 这是project 这是project 找到两个维度 这是01project的结果 如果说我们找到45 跟4的怀疑结果 那又有另外一个display 这个不同的结果 那因为他 画出来图形差不多 没有什么太大变 所以这个图例 已经没有太大意涵 我们现在看的是 这个30维的解 一样喔 他的每一个维度就是 从500到500 他也只有一个governable ultimate 他学者在设计这个标根问题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可以scalable Dimension可以scalable 他目标还是 最好的解还是只有一个解 目标还是等于0 每一个X多应该 都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这是非常有趣 但是现在维度是30维 那我们来 高维状态 我们想要比较一下GA跟PSO 所以 因为他是高维度 所以我们就不能 我们假设大家排便的 大家都设100好了 都设100 那Iteration limit 不要那么大 我们设500 我们看他解了 100跟500好了 GA 是100跟500 那Reset 我们让Round to n GA 500 100跟500 目标还是值 现在8800 那我们知道 目标还是值 在这地方应该都是0 那注意哦 这个不是真正的 Augility Service 所以他会一直跳下去 因为 那个 他用的 他Display出来这个 这个减呢 其实不是真的减 他只有两个维度在跳动 其他维度都是取中间值 所以 这个图没有太大的意义 真的没有 你要看的是这个数值 那目前最好的减 你看 有些甚至有-300多 那目标还是 还是 不是非常好 那我们这边Animation 没办法停掉 OK 好 观察一下就好了 好 那这是GA 找到说话的辈子 8803 其实Far from Global Optimum 所以这些问题 其实挑战就是非常大 那我们把它 500 100跟500 我们改用PSO 看看 所以是500代次 100个population population 100 Reset 那么让他看 你会看到他解的演化好像很快就躺平 好 就不太还有机会 做Exploration 找到其他比较那个 你会看到这个行为 大概就是PSO 就是 你现在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状况之下 那自己曾经找到比较好 这样 那你又 一个国国收获的被嘴子 在那边一直去 大家都要效忠这个群体 最好 最好 所以通常他就没有办法做比较广域的Exploration 所以通过某些状况之下 你应该可以 要能够知道他的差异 所以我们会讲说 相对之下 在 那个 因为PSO其实很简单 只有两个参数可以适合 而已 那GA他其实是 比较有多的不同的选择 所以 High Dimension里面 其实大概 GA表现会比PSO来得好 就是In General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有关这个PSO Demo 我们就在这边告一个段 也许上 这就是Continence Automation的问题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剩下讲义的这些内容 所以PSO大概介绍到这边就差不多了 这个有兴趣大家持做 如果说老师们给大家assignment的话 那其实非常好写 大概一个两小时就可以写完 那 一样 所以我们在 这个第二个主要tablet 我们介绍的是所谓Metal Heurus argument SoContinenceMetal Heurus argument 那是不是有其他的Metal Heurus argument 可以那个 你有一些联想出来 没错 就是我前面稍微谈过 在起今为止 学者大概开发的 所以起发起源状况 不像快接近大概上百种都有 那 不外乎从这几个 比较 具有代表性的这种 这种所谓奇发起源状况 就衍生出来 比如说 直接从GA Define过来 有些什么Honey Bean 它也是在什么交配 这密封交配 产生新的这些 公公指封之类的东西 还有这种蜂网 那意思是这样 那还有Immune System 人类的免疫系统 那你都直接从GA养恨过来 然后再来呢 就是有一些 不同的这些奇发起源 是Invent的这种 Nature Inspired Hurus的方法 你可以去自己创造 创新也过来 只要去参观这个Nature 看看这些 那个Nature 里面有哪一些 Hurus的这种趋向 有那个集中的趋向 你就可以规划 这种奇发起源状况 不一定从生物界 也就是从物理 从化学 或是从人类文明的 演化过程里头 或是一些 那个自然的现象 你就可以规划一个 所谓那个 这种现象 Inspire 这种奇发起源状况 出来 好 那 这些规划预算法 你大概主要 通常一个新的 应用出来 通常它一定有 那个阻力 那阻力可能是针对 Continuous Automation 问题 比如说像 刚才看到PSO 或是针对离散的 像Utot优化预算法 它是针对离散 离散优化预算法 过来的 那在过往的研究里头 我们自己的研究小组 老师明显小组 也有开发了一个 我们自己的 这种奇发起源状况 叫防水的优化预算法 那防水的优化预算法 那防水的优化预算法 跟PSO有点像 它其实是针对 凝聚优化而开发的 但是呢 我们也有针对一些 像装箱问题 跟那个PSO 那个TSB问题 开发一些 相关的预算出来 那除了Waterflow 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叫 Bandwidth Restricted Transmission Simulation 这种技术 那 那这个是模仿那个物理 物理 有重力嘛 那水会 水会由高处往 低处流 对不对 从上游往下游 那水流 所以又会分散开 对不对 那有时候又汇聚起来 那天空又有 有时候又 这个振化之后 又会下雨下 所以我们模仿这个水流 这种极致呢 开发过一个叫做 防水的优化预算法 那另外一个是 那么多的这些学者专家 都致力于这些 模仿生物界 对模仿动物 天空灰的 地上跑的 海旅游的东西 那其实 智慧的源头 真的智慧的源头 是来自人类 所以我们这个 仿平宽限制 传输愈化预算法 是仿什么 仿人类在这个 网路的这些管理上头 我们人类的经验 越来越累积之后 这个网路传输效率 越来越快 那大家越能够 享用这个高 高速的这种传输 所以仿这种机制 也规划一个叫 这个 所谓的BRT BRT的 这个技术 那因为他还没有 正式发表 这个 Waterflow-like 那个 阿国人有发表过 那你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这是鼓励大家 如果说你的创意很好 去看看大自然 那看有哪些东西 可以施程 你可以规划一个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 优化 演算法出来 那这边是 因为老师在 写国客计划的时候 收集了一些 大概近 大概 五到十年来 那个学界专家 开发的各式各样的 演算法 那 魔法 那个动物习性 或行为 inspire下来 一个像猫群的状态 你看 他就是叫什么 swamp 对不对 cat swamp 坦白讲这个 没有太大吸引之处 以理论上来 你可以从Gener的角度看 他也是个 particle swarm 的一种 对不对 只是效法cat 那cat 可能有哪些特殊的习性 他在规划解代理人 在这边演化过程里 有这样反映的 这种cat的特性 他就叫做cat swamp 的 类似的 像 create和herd 这种群体 就是零虾 小虾 群聚在一起 做那个 migration 还有miss的动作 所以零虾 海里游的 或是 营火虫 它就参观说 营火虫里头屁股的灯 有些比较亮 它解比较好 比较暗 它解比较不好 反正 选择就会有各式各样的 这些缩子 所以他演算法 是follow这样的 动物习性过来 那bat的优化演算法 他就是模仿 那个bat 他在找食物的时候 他是透过那种 那个 那个 音波打出去 那 再收回来 强弱 他决定说 解了好不好 优化 那还有珊瑚优化演算法 海里的这种动物珊瑚 那还有布谷鸟 各式各样的鸟 Cucula 或是那个bat 这些Cucula优化演算法 还有一些叫灰狼 模仿那个狼 然后是那个 那个食物链上比较高阶的predator 就是是掠食者 他也是打群架的 那做掠食 那跳蛙优化演算法 就是蛙 在某些时候 他必须要跳 jump 那这个 从这些 这些名称里头 你大概可以 可以那个预测 他可能是在节奈类的优化演算法 像跳蛙优化演算法 他可能是比较适合解离去 那个是离散优化演算法 还有海豚回音 Dolphin 的Echolacademic Location 跟冰尾有点类似 那人工蜜蜂的囤托演算法 你看 Colony又来了 Swarm 这是 Artificial Bean的Colony Automation 那Honey Bean的Mating 交配又是司法 这个Crossover 这种概念 Mating Automation Algorithm 还有Marriage 结合 In Honey Bean Automation Algorithm 各式各样的 好 有趣 有兴趣 其实你现在这个能力已经够了 你可以去 那个 download一些paper repeat他的work 那看他crane的东西 有没有如他所 那个 宣称的那样神奇 你实作过错系统之后 解一些标杆问题之后 看看有没有 他讲的这么样神奇 好 那有一些 我刚刚前面看到的是 司法动物的习性跟行为 对不对 通常那些动物通常是群积性动物的 好 因为我们现在 启发制演算法就是打群下的 那还有一些 启发制演算法是来自于物理界 像我们老师自己的那荒水 就是来自物理的概念 或生物演化的定律 人工免疫系统 Artificial Immune System 那是一个学者提出来 那其实 跟那GEA的交配有点类似的 GEA可能是他其中的一部分 那他有看到什么 还会记录 记忆这个免疫的经验 什么之类的 有去看看 那还有一些重力搜寻演算法 Gravitational Search的Algorithm 甚至有些是 某种化学变化化学 Chemical Reaction Automation的Algorithm 还有一些Harmony的搜寻 和音 或是 和音的搜寻法 那有一些是 是看物理的这种 Charging 电荷 Charging System的 这种搜寻的Algorithm 还有像什么 杂草充生 一话 他说 Investible Weed Automation 就是看到 这个 有一些压抑住的 这些草 他还是有什么 另外的病 弄出来 那还有帝国竞争 一话 是视完人类文明引进 有些小部落被大国吞并 那大国吞并之后 大国跟大国之后 又再继续吞并 那就模仿这种概念 在规划节的搜寻 那超优延化 那还有像 Magnetic Charged System 的搜寻 电子电荷 还有什么 Intelligent Water Drop 水会往下 掉 那还会 群聚在一起 还有光 光机的 Rade Automation 这些技术 这些都是 所谓我们讲的 各式各样的 启发式 优化演算法 那后面罗列 也是老师 就是干脆把罗列在这边 涉及到相关的 paper的文献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边检索 或是说 透过那个 文献的检索器 很快可以找到一些 相关的paper 有兴趣看 那 我们过往 奇末专案 很多同学就去找一些 挑最简单的来做 找一些 PSO的东西 那我希望鼓励大家 去看一些 比较有型 或是比较特殊的 这些演算法 或是说 其实奇末是优化演算 应用也有可言 我们曾经有一些 学生 他的企务专案是说 用GA在作曲的 比较有趣 他application 其实也是很有趣的 这些文献 那你可以review他的work 体验一下 假如你对音乐有兴趣 像我记得曾经 几年前 有一些学姐 她实作了一个 所谓作曲 用GA来作曲 那 一两年前 又有一个 一个同学 它是用GA来做和音 做那个 和音的这些 那个谱曲 所以 企划是优化演算法 不只是在解决 automation的问题 它其实可以成为 某一类型的专家系统 只要你告诉他 这个方案 这个solution 比如说你作文 让电脑配一个作文出来 只要你能够有一个法则 来评断它的高低 给它一个分数 那我们优化演算法 其实是演化演算法 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 把最好的作文写出来 好 这个概念再一张 好 那有关Metal Helios 我们再讲 介绍完PSO 就告一个端 结束 那下 接下来的tube 我们就要进入所谓的 那个类神经网络 OK 我们下次见